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交暂时310亿 期指分辨升60点 正在23345点 低水36点 成交量分辨超过21000多张 跟我们分析 上午股市是市务总监郭施智郭尔在旁边 郭尔你好 美股道指和维标普500指数都创了收市新高 港股连跌4天后 今日轻微高开4点在23353点开始 但看到开市之后 马上又倒跌了 但现在又站稳 暂时来说只是升差一点 但升风来说就不算多 其实李宗盛是否反复向上 暂时都是比较满一点的格局 其实没有方向的 真是没有方向 首月份的市场很波动 由开市月初的高位24133 首先跌到23430 继而咬腰上24313点 其实这才是今周一的高位 之后就大幅逆转 最低到昨天的低位23253 由于今周的高位是整个月的高位24313 而昨天的低位亦是全个月的低位 即是整个市场已经属于先高后低的格高 不过高低位同时期出现在17号和20号之间 有两个形态想说 第一 一个月同时期出现反复 这是绝对正常的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但一个星期之内 同时期出现一个月的高位和低位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少见得到 简单说 如果17号即是今周一的高位 在今个月的高位 其实机会很大 更加低的指数 可能在下周二三四才会见得到 因为一般来说高低位一定是抹阔的 会不会有很特别 我暂时来说都不敢太肯定 因为下周已剩下5个交易天 事实上下周四是期指结算日 周三是期指转创高峰日 很大机会是趁两天 轻轻做一个下压都不顶 会不会跌穿23,253点就得比较关键 因为再下多少少就是250天线 首先说明跌穿250天线 不是什么代表牛熊的分界 或者是转入熊市 因为现在这一刻来说 包括250天线和上面的50、10、20和100天线 都是糾纏在几百点之内 即是说市升几百点就升破 跌几百点就跌破 根本上没什么疑然 只是代表大市的反复势头 是比较明显的意思 好了 如果说市再向下走的话 到底要跌多少呢 其实看今个月的高位 暂时来说是24,383点 只要有1,28点阻止下跌波幅 其实低位用计数机一计就已经计算到 再说上个月 其实整个市最终有1,481点的胜幅 即是说今个月的波幅只有1,000点 只不过显示大市的动力失去之余 其实下压的力也不大得那么紧要 因为高低位也是走在框框之内 不过有点值得留意的就是 整个市直到现在这一刻 技术上真的处于一个整固格局 因为我们看远一点 由9月份技术上的高位 25,362点下跌 去到10月份的低位 22,565点 这是一个中期调整 之所以跌到那么深 因为香港有个占中的事件突然间爆发了 但正正在这件事件爆发之后 股市不是再跌 而反而是逆势上升 到月中之后 包括沪廣通是延迟 但市不单止没有跌 再进一步向上走 市场人士都觉得奇怪 什么力量令市不跌反升 其实到后一个阶段当然知道 原来春光水暖鸭才知道 有部分资金先行入市 他们入市的目的都不知道 是看好后市 加上可能认为 湖廣通最终会拍板 所以是愿意出多少少日价 去追捧一些主要的成份股 其中一只最主要的当然是港交所 到了湖廣通正式启动的时间 发觉到什么情况 是说北水南来的资金是少的 而且份额是远低于预期的 早前公布了湖廣通日子之后 有不少人认为一开出来 只是竞价时段已经爆了额 当时看得比较正面 后期发觉情况不是这样 当然有些失望 所以技术上来说 买大了便要减持 高追了亦都需要止善 直至近日来说 港交所到162元 似乎形成了一个箱底 除非进一步利益因素 否则股价暂时可以断定 剩下来的其他成份股 例如中移动、友邦 会否在期指转仓期指结算前 轻轻下压便很难说 因为相关股份就算升或跌 跟基本因素根本很多时 拉不上太大的关系 不过做好心理准备 万一市场向下走 自己持仓的能力 和持仓的能耐到底足不足够 这就很关键 大家要留意 郭Sir分析港股的同事 港股已经停定了 上半周 港股升了25点 收布23,375点 国企指数升23点 收布10,403点 大致成交上是314亿 和你跟进了石油石化股方面的走势 此场继续揣测反 就是石油输出国的组织 有减产的可能 下周将会开会决定 加上美国方面的数据 都向好 都理好了油价方面的表现 看到纽日旗油方面 曾经高建每桶75.76 最新来说都升了一尾先 收布就是75.58 郭Sir看到今天来说 石油石化股走势都不错 好异的就是中海油 和国际油价挂抗性比较大 今天都反弹3% 现在这刻都暂时停在11.88 如何看回石油石化股方面的走势 油价会不会有反弹的可能性 油价跌了很多 油价跌了很多 油价跌了70多元一桶 始终是商品 所以一旦断定了 不排除有些做淡的 是会着量回报 不过先看看基本因素 美国开采叶岩汽油的技术 相当成熟 而且开采成本 是不超过30元一桶 相对70多元一桶的油价 其实还是有盈利 况且以前美国是原油的入口国 现在是原油的出口国 油价供应量大了 老实说 就算不跌 要大升的机会是比较微的 至于沙地减产 你减产的时候 美国可能再加产也不一定 包括俄罗斯都需要加产 因为他现在这一分钟 在乌克兰事件 态度很强硬 就是因为态度那么强硬 所以美国或者欧洲那边 都是用经济方面施加压力 俄罗斯很大程度 需要靠天然气和原油的出口 赚取外汇 如果油价一跌 你赚外汇会赚少了 你还要开这么多战线 其实来说 军费开支是大了 可能逼到普京 可能略为收一收火都不顶 这是政治上的考虑 至于实际的环境 就是经济没错 走出最坏那一刻 但原油的需求 不是预期中大得那么厉害 所以油价要再向上 或者好像早几年的升势 或者近年的升势 有点难度 因为商品从来都看需求 如果需求大过供应的话 价格不用问 一定是升的 大家逗争 反过来 供应量是足够的话 而市场需求是放慢的话 你想价格升到难 老实说 油价 中期少少 我仍然看得比较保守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一中石油股只不过跌得多 有点回报 基本因素不太配合的话 老老实实 有反弹没大升 有波幅没升幅 好 谢谢郭Sir 对于油股方面的分析 已经看到蓝筹股方面 今天来说上次做得最好 是一只银鱼 升幅都接近百分之四 第二只 就是刚刚说到的八八八三 就是中海油 升了超过百分之三 今天收报在十一百八八 至于今天 南修里面住得最差 是无偶二三一九 都跌超过百分之一 收报在三十一元零五 郭Sir 上午的环题先说到这里 和你做回申报 刚才问到环节 和这一节所提及的股份 自己有没有持有 是没有的 好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会 家庭观众 我们先休息一会 12点55分 我们会继续有 妖裁赛经台的直播环节 到时见